傻子 回来了 和周温远出去读读 你怎么知道 我不該知道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們出去了這麼久 我應不應該知道你們說了些什麼 該 必須得說 我還不想知道 你還笑有什麼好笑的 我很嚴肅 那你真的不想知道我們說了什麼 我當然想 但我不應該知道 哪有這麼多該不該 這是做人的本分 不過雖然我不應該知道你們說了什麼 但也不代表我不介意 更不代表 你就不需要補償了 你生氣嗎 這樣補償可以嗎 好吧 不是吧 我不生氣了 未來我們成婚了 你想在哪辦典禮 成婚 你怎麼這麼快就能夠成婚 但成婚之前不應該是提心嗎 是 按照順序來說是應該先提心 但是提心的話都是家中長輩來主導 上門拜訪我們又插不了手 典禮就不一樣了 典禮的話我們就可以自己做主 這一生只有一次的事情 我要讓你一輩子都銘記 一輩子都銘記 就在郭子健吧 郭子健是我們相識相交的地方 對於宇兄來說也意義重大 好 就在郭子健 不過 我還想回天下 把你套回眠院 好 聽你的 那 未來我們的孩子叫什麼呢 你來說 叫什麼 幹嘛突然說這個人 哥哥 我要跟你說一件大事 他 他竟然跟我說 他要娶我了 然後 我也沒想到 他竟然如此周全跟體貼 他知道郭子健對我意義非凡 他竟然主動提說 想在郭子健裡完婚 然後我跟他說 我想回邊賽 辦一場回門宴 他毫不猶豫 立刻就答應了 他還說 有一個孩子 可以跟我信 另外一個孩子 可以跟他信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兩個孩子 不是 他說 不止兩個孩子 是說可以有很多孩子 你笑死了 他身邊是為止 天啊 你覺得有什麼孩子